欢迎大家回到我们天路地上行的栏目 那天路地上行是一个基督徒生活帮助类的栏目 我们是探望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些基督徒日常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实际的问题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我们如何培育身心健康的下一代的最后一期第三期 也就是青少年12到18岁的亲戚关系的这一期 那我们盼望和大家一同来聊一聊 当我们家里有青少年时期的孩子的时候 如何和他们有一个正确的关系健康的关系 使他们能够继续的健康的成长 那感谢主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弟兄姊妹一同来做客一同来聊天 我们先请每位弟兄姊妹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大家好 非常高兴能够与弟兄姊妹们来谈一下这个青少年的话题 我是有两个孩子 两个儿子都大学毕业了 也借着这个节目要回想一下以前孩子 教育孩子的过程 属于过来人 好 那我们接下来请安妮姊妹 好 大家好 我是安妮 我有三个孩子 两个男孩 一个女孩 老大是男孩 刚大学毕业 然后老二是女孩 在上大二 老三是在上高中 好 你们是过来的 我正在进行中 我是妹 那我有三个女儿 现在老大马上就18岁 要上大学了 老二是十年级 最小的一个是五年级 十一岁 那我现在正在进行中 所以我也很期望这个节目能够让我就所得着 也能够分享一下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在进行中遇到的一些情形 因为我是一个 我没有孩子 但是呢 我是一个青少年服侍者 所以有的时候会跟很多的 有很多机会跟这个阶段的孩子们打交道 那我现在就发现 其实大家压力都还蛮大的 我想到我小时候可能 浑浑噩噩 傻傻的 开开心心的就过来了 那或者是因为时间太久 记忆比较模糊了 但是感觉现在还这么普遍压力都比较大 而且现在这个信息量比较大 大家都在一个网络时代 然后大家都多多少感觉有点早熟 就是性格啊 然后也会有些 在认知方面的一些早熟的情况 那所以就使得现在孩子看起来比较的 深沉 有的时候就会觉得 好像已经心智已经发展得很好了 但有的时候好像也会有一点压力啊 然后他心态上可能也会有些波动 是 现在的孩子确实这样 但是从父母的角度 总是认为孩子是我们的孩子 他们一直都是很小 其实他们也都有他们自己的这个成长 所以说在成长过程当中 也确实也在 我孩子的朋友的身上 同学的身上我也看到 也蛮这个serious的事情发生 像他的这个一个同学啊 就是从小跟他一块长大的嘛 都是非常的优秀 非常好的一个孩子 结果十年纪的时候 我突然听说 他这个这个住进医院了 我说怎么回事 他说他这个压力太大 上高中以后 然后呢就吸食大麻过量 然后呢就这个住进医院里去 让我已经非常的压抑惊讶 我们也是今天一起来看一看 其实青少年时期 不光是父母 孩子也是面临着很多的挑战 我不知道 弟兄姊妹们家里的孩子 有没有这种情况 好像也是在这个阶段 好像心事有点重了 然后有点压力 或者是慢慢的在家变得话少了 我们知道孩子有的时候 心事一重话就会变少 他可能儿童时期 就会一直叽叽喳喳的 想要跟父母去分享到所有生活当中的事情 可是一到青少年时期 可能就好像不知道要有什么共同理言了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 这种样子的经历 当然当然会有 我想可能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就是越来越有这种冷战的状态出现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原因也是归结于 好像是这个我觉得我父母 我自己来觉得 因为我是我们是移民的家庭 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的里面 而在这里面就潜意识的 不知不觉的里面就有一个父母的想法 就是说 哎呀我来到这里不容易 就是为了孩子 为了孩子的将来来到这里 但是有这种想法 就造成我自己就是 不知不觉的就把这种想法表达出来 有的时候跟孩子讲 他成绩不太好 就说 哎呀你知道吗 这个都是为你们了 才来到美国的 所以这么一讲 这个孩子 这个实在是 我是说出来很容易 但是你反过来 以他的角度来讲 是对他来讲 是一个莫大的一个压力 但是这个 然后这样的话 慢慢慢慢的就变成 这个我跟他的关系 就变成一个是要求的 一个是被要求的关系了 这样 所以说那我们之间就是 而且孩子呢也知道 这个父母这个要求是 永远没办法满足的 满足不了这个父母的要求 所以说造成孩子啊 他越来可能是有一种抵触 有一种这个这个怠慢 就是要放弃 就是反正我都 我做什么你都不满意的嘛 所以说这样造成 父母孩子的关系 越来越紧张 越来越越疏远 是有 我们也是有 这个就是觉得说 这孩子 我在给我们孩子 学习的压力上 其实几乎是没有的 那可能他们会跟我讲说 有的时候 我不听他们的话 那我觉得我听了呀 那他可能觉得 觉得我没有听懂他的意思 那我还记得我女儿 就是讲过说 你怎么老说呀 那我说你 我希望你听啊 可是你也没告诉我 没给我反馈啊 所以他们就觉得 很多次以后 他们觉得反正你也听不懂 我不跟你讲话了 就话少了 反而跟同伴们讲的多了 那做父母的就 我做母亲呢 我就会很生气 就觉得 你怎么不告诉我了 不像以前那样了 所以觉得还是需要 自己要调整 我觉得想起来 这个他们小的时候 每次 比如说我们一进家门 哇就一下就扑过来了 爸爸妈妈 哇我们都享受这个过程 我都不知道 曾经何时好像没这个待遇了 而且我们要说要出去玩 哇大家都很开心啊 要出去 现在出去玩 谁会去 他一定问他同伴有没有 他们一起聚会的啊 或者是 基本上都是聚会的那些孩子们 他们会回去 他们回去 他们也非常高兴啊 那现在好像就这个待遇 突然没有这样子强烈啊 好像我们都有点 求着他去玩啊 这个真的是需要调整 所以我这个这个现象很明显 需要调整 接受这种失落感 所以有的时候 不只是好像交流变少了 或者交流觉得 没有像以前那么通畅了 那可能接下来 我们就会遇到一个 非常很大的一个话题 就是青少年时期 啊孩子们有的时候 会有一个叛逆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啊我想这个是可能 啊很多人都会经历的 一个过程 但经历过来 作为可能经历过来 青少年时期的人 可能不觉得 哦我那个时候叛逆的很严重 可是在这个时期的家长会觉得 哎孩子好像一下子和之前 有一些不太一样了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有 也有这样的经历 有 太伤痛了 好 就是以前的乖宝宝宝 然后突然就话少了 然后还横眉冷对你 就觉得 嗯 就觉得很伤心 哎就觉得说 哎你怎么突然好像变了 好那么有爱的一个 一个人变成好像 不大没有爱 反而好像还有恨在里面 然后这会很难过 好那这个 我想这个主要真的是 呃就是沟通少了 父母和孩子沟通少了 那就会产生很多的误会 产生很多的矛盾 那最后就是有有发觉是什么原因吗 或者是怎么样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呢 或者你孩子已经过来这个阶段了吗 我觉得 呃我我过了一个 然后还在经过一个 那我就发现说 呃我自己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好像他们呃 这两个孩子 呃这个 在有叛逆的情绪的时候 好像就是我们家 发生比较大的变故的时候 一次是孩子的爸爸 这个工作 好像工作没了 好那我们呃做父母的 我们很平安 我们觉得没有了就都感谢主 因为我们信神嘛 我们觉得哎 主都有会有安排的 我们心里很稳妥 可是我们忽略了呃孩子 孩子会担心 好那我们都没有坦白的跟他们讲 他也是从别人的 好像别人告诉他们 他们猜到一点点就这样 那我很后悔 呃就还有一个叛逆 也是也是我的身体出了一些状况 那我也没有很很坦白的告诉他们 让他们别担心 没有把我们的这个这个情绪告诉他们 所以他们就会很大概会焦虑 我就想到说 对啊一个姊妹讲得很好啊 她说就这个孩子没有决定权 但是有知情权 好要要告诉他 坦白的跟他讲 跟他了解哎 做父母的会遇到困难 那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来解决的 我觉得也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呃 教教会他们处理困难的一个机会 就是我们的呃解决办法就是仰望神 是有的时候他们的叛逆不只是叛逆而已 有的时候他可能是在需要一些关注 需要一些帮助的时候 他会不知道怎么表达 然后所以他就会呃 以一种叛逆的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表达 他可能是想要父母有一些特别的一些帮助 但可能父母会觉得哦 你怎么突然情绪就这样了 所以有的时候是两边的这个信息有点不太对称 两边的信号都没有接收好 可能会产生的一种误解哈 信息不对称而且给孩子也没讲 就知情权确实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觉得啊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住啊 那我自己的情况也是这样的 嗯 2018年有我身体就得了一场重病啊 然后呢 后来2019年我那个她的奶奶 啊 婆婆中风 所以就是连着的 嗯 两次 但这个过程中 那因为奶奶就是很明显拿着看 像我这情况她不知道 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 第一个反应就是要保护孩子 让他们不要知道啊 但我们自己当然祷告了 其实那段时间对我自己来说是非常 尽力住的啊 都享受那个过程中那个平安 嗯 但是确实就像姊妹说 忽略了孩子的感觉 他从别人那里得到之后啊 那个反应 他的表 像我老大 他的表现就是不跟我们讲啊 而且他对他自己压力更大 他觉得他要 呃 而且像以前他跟我交通是最好 这个就是讲话最多的啊 啊 什么时候我们就不管是学校的 还有教会的事情都是跟他在讲 他像个小大人一样的 但是这个事情上因为我瞒他 他也瞒我 呃 我后来才知道他知道这件事 而且他觉得他要变得更优秀 或者是更怎么样 才能不要让我再分心 不要再 呃 说有 嗯 影响我 他这么想 所以他什么都不讲 这个不讲话了啊 到这交通了其实很多事情就发生了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让我想起来都其实很后悔的 我觉得早就应该去告诉孩子 应该让他们一起经历住 让我们的神啊 我们的神也成为他们的神 他们要主观经历这件事 因为全家来经历这件事 那情形就不会说 有那段的那样的难过尽头 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我很 很赞同这个字面说 真的是我们需要让孩子知道知情权 就是父母对孩子敞开还是很重要的 有的时候 呃 两 就是说交流不畅 不只是一边对另外一边 一说交流就应该是两边的 有来有往的 所以是不只是盼望孩子对我们是敞开的 有的时候也需要父母对孩子 有一些敞开 不不 因为这个阶段 他们已经不再把自己当孩子了 所以我们可能也是要避免 也只把他们当孩子的这种感觉 对于跟孩子们的这个交通和这个交流的里面 是这样 我觉得我自己有很大的缺失 就是很多时候我作为父母 我很想当然 就是哎呀 我这个都是为了你好 都是为了你好 这个我父母 你是我的孩子 是我爱的对象 呃 我不可能去呃 做做对你不好的事情 但是反过来从孩子角度 他并不一定是那个样子 因为你这个是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在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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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的线上的时候 呃会产生就像刚才呃 呃 子妹们讲的一样 他可能通过他的一些的呃 这个叛逆的行为来引起你的注意 他的表达的方式是这样 但是我们父母的感觉说 哎 你这孩子怎么这样 哎 原来是挺那个可爱的孩子 为什么突然会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就呃 两个就碰不上了 所以说我在照顾生活里面呃 也慢慢学习一些一些从教会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圣经上的一些教导来讲 哎 我觉得圣经上呢 他会用爱 他说爱是这个恒久忍耐啊 又有恩慈 那那个 那我对孩子们这个上面就有多少忍耐啊 这个这个好多时候是没有忍耐 这个爱是恒久忍耐 我对孩子的忍耐实在是不够 那我跟主来祷告 那求主啊 将他的忍耐赐给我 那我能够忍耐啊 孩子们的这样的这样的 他一个种表达的方式 哎 这种时候啊 以神的爱来爱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被融化了 他们的心也能打开 有的时候我们常说我们爱 但是有的时候不会爱 呃 因为呃 爱是呃 一方面的嘛 那怎么能让对方也感受到我们的爱 就是得让他们能接受的方式来爱他们 反正的话就有的时候呃 一股脑的把爱丢给他们 他们会有压力 会有这种感觉 因为我作为孩子呃 我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体会 那我们都是像呃 线上三位弟兄姊妹 都是既做父母也也做孩子 我想有的时候呃 我们做孩子的时候是希望父母能以我们了解的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刚刚讲到 真是需要有忍耐 呵呵 这个阶段就是呃 但是我记得我很受一个弟兄的提醒 他说孩子是值得陪的啊 他说是非常值得陪的 那虽然我们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觉得花了很多时间心血在上面 但是是值得的啊 不只是对家庭生活以后对教会生活 都社会对对社会都是很值得的 那嗯 都是啊 花时间去了解他们去理解他们 我也是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更多的了解神的爱 神就是懂我们 知道我们的然后都是良好的给我们 然后不给我们我们不能承受的 然后慢慢的一点一点带我们认识他的爱 我觉得孩子们的这种有一些叛逆的行为 其实也是对我们信仰生活的一种试验 那你父母的神怎么成为我的神 那我这种叛逆的时候 你如果你忍耐不了 没有那个神的爱的时候 他认为那我就不需要这样的神嘛 因为你你没有没有神的那个活出嘛 也没有神的那个形象的时候 所以说这个反过来来讲也是督促我们 我们的父母有这个这个这个在信仰生活当中 更多的有实际的这个生活在我们身上能够 而不是只是去一个聚会啊 只是去一个一个是这个一个基督徒 但是在孩子的态度上 好多东西都没有那种胸怀 也没有那种宽容 也没有那种的这个爱 在那个超过人的爱能够展现出来的时候 我估计可能他们也不会接受这种信仰 对我跟韩丽隆讲的特别对 没有行为的信心不是真的 没有行为的爱可能也不是真的 我觉得在我的孩子 我面对孩子叛逆的时候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他吼过来 我吼过去 我对你这么好 我这么爱你 你竟然对我这个态度 我气死我了 把这个吼回去以后 两败俱伤 没谁得好处 可是慢慢的冷静下来 怎么冷静 我就是我到我的厨房里去呼求 然后除非也光照我 觉得你在这个年龄的时候 你是怎么样 其实我也很盼逆 那我就会多多小小会理解他一些 那可能不管什么原因 那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那我就会冷静下来会同情他 好 韩丽隆讲的真好 对啊 这个时候这个信仰就要在我们的生活中 要实际应用了 什么叫不离不弃 对吧 不离不弃的爱 神对我们就是不离不弃的爱啊 他爱到底 你再怎么样叛逆 再怎么样不好 再怎么样反对神 反对他 那神依然爱我们 那我们对孩子 其实也是在用这种爱来爱他 对 不离不弃的爱啊 在那个过程中 真的是需要我们受调整 看见说我们的神 要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这才会真实 而且也不是靠自己 所以我们要转向主啊 最经历就是 当看到孩子有种情形的时候 才转过来发现 哇 那如果我们再针对他的话 他就会压力会更大嘛 所以很多失败 有时候是就完全控制不住的啊 就为什么会这样子 但是其实理论上也清楚主啊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人得益处啊 但事情临到的时候 就想不起来这句话了 但是我就觉得 那时候震惊我们的就是 真是呼求主民 刚才子妹说 真的是呼求主民 这主也真的是借着这些 去光照 我们的神啊 神都在主的手里面 为什么这句话 不能去经历他呢 那正因为孩子出现 这个情况也 居然是有原因 而且神也是允许发生的 那就得着我们 我们今天到底是怎么去 认识这位 经历这位主的啊 他在我们生活 是不是又真又活 我觉得那个时候 就是很多祷告 对跟弟兄的交通啊 然后呢 跟姊妹们 服侍姊妹们的交通 那个时候 我们就开始有一个 开始祷告 我发现每次 一祷告里面就清楚了 所以对孩子就 自己的观念 就开始转变了 我觉得这个过程 你得先同 先得说 这个是主允许发生的 所以关键 这个是主啊 你让我得住什么 所以我对孩子 就不是那么的 就是失望个为什么了 不知道 他自己其实可能说 他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子 有些东西是慢慢积累的 所以爆发可能 就是那么一瞬间 但是慢慢积累的 所以病毒三次费 一日之寒 所以你当种病 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 是不大可能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 我知道我有位主 我可以抓着心靠的 我可以转向他的 所以每次就这种谈话 我们当场能够 有一次就直接就开始 起呼求主 大家就平静了 觉得什么话都可以 不用问了 不用讲了 好吧 感谢主了 都尽力主 依靠主啊 就这个火 就是很多负面的话 就说了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对我们来 真的是蛮担救 那刚刚妹子妹讲说 有的时候 他的这个问题的积累 尤其是人和人关系的积累 不管是哪一种关系 亲子关系也好 夫妻关系也好 当他出现问题的时候 他可能都不是一天成 就是造成的 他都是很长时间积累 他可能只是在一天爆发出来 所以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有的时候 也就是需要一点耐心 需要一些时间 有的时候要给一点时间 到这个问题 因为他不是一天积累的 他也没办法一天就被解决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盼望 不让我们白白的经过 还是能更多的得着 那我们刚才讲到叛逆 这个时候 一方面 可能刚才有像大家讲到 他可能有些压力 有些需求 没有被满足 那他可能表现出来 一种比较极端的方式 那另外一种呢 可能他就是 在外面可能认识了一些朋友 或者是有一个 他的环境 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健康 或者他的朋友 对他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他可能就被影响 甚至他可能是 受到一款网游的影响 一款 一个什么电影的影响 他可能就 吸收到一些 不太好的一些观念 或者想法 那这种时候 他们又很希望 有一些独立出来的 因为青少年 现在慢慢在成长 他就想慢慢 变成一个独立的人格 他有一些独立的思考的时候 他会有 也有一些 叛逆的情形 那这个时候 大家会不会也有这样的 孩子身上 也有这样的精灵 那大家又是怎么样去 去消化 去应对的呢 是真的会 会有这个朋友的影响 我记得我的 我的大儿子 他那个时候 他有个朋友 他是单亲的家庭 然后他妈妈就很宠 那个孩子 就会给他买游戏机 然后他因为作为好朋友 他就会分享游戏机 给我的儿子 那就这个问题就来了 你这个游戏还 我们是觉得 坚决不让他碰游戏 这个一上瘾还得了吗 就真的是 你这个暗主 他那边有偷偷的 他真的会在被窝里 偷偷的打游戏 就是牺牲睡眠的时间 所以呢 这个东西带来的影响 是很破坏这个亲子关系 那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也会 就是要冷静 我觉得你跟他在 跟孩子在讲的时候 你自己 你这个人是要冷静的 你要把问题 这个利弊分析给他看 分析给他听 然后呢 他不一定能听进去 但你一定要讲 对 所以我是觉得 就是孩子 他对那种同伴的需求 就像我说 你可能 现在那个现象 就是说可能小的时候 很多朋友在家后里面 但长大了之后 可能有些各种原因 就少了嘛 所以他对那个同伴的需求 那种倾诉的 还是没有停 那如果父母 这时候又没调整过来 或者就算是调整过来 父母亲也不能 替代那个同伴 像我孩子那个时候 他后来才跟我讲 那这段我是没有经历过 他就觉得 那他总是 不能给我讲了 但他就给别人去讲 他也亲别人 像那同学呢 就接触一个 后来他就讲 那个一个女孩子 好像是 可能家里有很多问题 所以很负面 经常就给他讲 倾诉很多 他们自己可能在那里 club里面 又算是一个 就leader嘛 就是要经常 给他们去调整 去讲话 所以他就持续的 去听一些 很负面的东西 他劝也劝不过去 但那个时候 他不知道要停下来的 就觉得 非常多时间 而且就是让他的心情 也很不好 但是感谢 就是所以我觉得 那个同伴的需求 太重要 等他 我们就开始跟他 有沟通的时候 知道这个情形 那你说 我们跟他恢复 还有他也有同伴的需求 所以我们 后来就找那个 我们不是给他们祷告 为他们找同伴 就是能够一起读金的同伴 后来他也真的是找到 找一个大学生 跟他读 本来他们只读一次 之后变成了几次 就觉得还是很享受 他现在跟我讲 他说那段时间 我每天有半个小时 一起读金 我觉得特别的享受 所以这个就把他 已经扭转过来 让他就不再负面里面去了 因为很多人越想 都越想越负面 这个是很不好的 所以我们也会告诉他 就是你交往的时候 确实 如果总是把你往下挡 你是要帮助人 但是更多帮助 是要为他们祷告 而不是说一直当那个垃圾桶 去听一些负面的东西 那这种情况的时候 如果能够有正确的疏导 能够要给他们带到教会生活里面 青少年的聚会里面 青少年聚会就很好 他是去美洲 去不同的圣徒的家里面 那每个圣徒呢 都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各种的不同的生活 那孩子们的眼界就打开了 原来家庭生活 不是这么 只是我们家一家四口人 这个比较狭窄的 比较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 以自我为感受为中心的 这种环境的时候 他就从别的地方 能够一起学习 特别特别就是那个暑期 每年的暑期 我们有真理的那个课程 暑期真理课程 带这个弟兄们 服侍的弟兄姊妹们 劳苦啊 带领孩子们一块去这个露营啊 露营的时候 有这个篝火啊 有弹吉他啊 有唱诗歌 过来以后 现在我问孩子 孩子还说 哎呀那个时候 这个给我们留下的最深的记忆 就是那个最美好的记忆 而且他们的这个伙伴也是 现在来看他们的朋友 最亲密的 还是教会生活里面 从小一块长大的这些朋友 这个是真是满是得主的祝福 我当时不知道这一情 但是过来以后 我现在也非常的感恩 这个教会生活 所以这样的生活呢 对他们有一些 这个教导 这个有一些圣经上的带领 让他们知道啊 尊敬父母 就是说啊 圣经教导说 父母是神啊 在你家里设定的神的 这个代表权柄 哇 一个 我觉得我很不 很不称职的父母 对他们要求很多 但是他还是有的时候 还会 从这里面得到一些教导的说 还顺服 还能有一些的跟随 真的非常的感谢主 所以说 而且在这种教导里面 他也学会了 这个脱离 以自我为中心 现在孩子们以自我为中心的现象 非常的严重 但是孩子们在这个教会里面 他的同伴 有病痛了 他会一起来祷告 被小看这个祷告 他就会来关心别人 顾到别人的感觉 这个是非常有价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